第四季節 通勤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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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通勤月票來開會 那所有的縣市都 盡力的趕快爭取 能夠盡快上路 那像北北基桃市縣市呢 他們是在7月1號就正式上路 那我們宜蘭縣 卻遲至8月底 8月28號才開始上路 那後來呢也有媒體來報稱說 是因為他的票證系統 還沒有修改 那中央沒有核定經費 但事實上中央也發公文 表示他在8月初 其實就已經核定了 這20821的經費 是這個通勤月票有沒有通過呢 要上路呢 跟這個是完全一關的 那身為宜蘭縣縣議員的 黃真廷議員 針對這兩件事情 他卻都沒有發揮他 身為議員應盡的監督職 趕快督促我們縣政府 趕快去申請計畫 趕快讓這個通勤月票上路 相對於其他縣市 都至少慢了一兩個月以上 所以呢 像這樣子沒有把議員的職責 好好的建立做好的議員 那他還有能力擔當我們未來的 宜蘭縣的立委嗎 這邊我們是保釋質疑 那那個在2007年民國96年那時候呢 我們的扁政府有一個 他制定了一個啊 那個東部永續發展鋼藥的一個計畫 那這個計畫呢 包含了宜蘭花蓮跟台東 那我們每年呢 也會有中央的一個匡列的一個補助 那一直到了我們的馬政府 他們那時候完全執政的時候 是在民國100年也就是2011年的時候呢 他們卻將這樣的一個計畫 把它法制化了 把它改成是花東永續發展的一個條例 那內容卻將我們宜蘭的部分給遺棄了 那我在這邊要講的慎重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當時是因為國民黨將宜蘭遺棄 將我們當初的一個花東300億的一個建設基金呢 把我們宜蘭給排除了部分這樣子 那現在是民進黨的一個執政啊 我想民進黨的一個執政 那我們中央政府啊跟我們的立委啊 近幾年來啊在宜蘭的部分啊 也爭取了一個很多的一個建設 已經超過600多億的一個建設 那內容包括呢 國道的旅運還有電塔電纜的一個地下化 還有呢自來水管的一個開放 以及呢自山防洪的部分 還有呢在我們造橋補橋還有我們學校操場 還有老舊的廁所的一個改建 那以及還有我們景點的一個整建 還有港區的一個整治的一個建設 然後這些呢都是近幾年來的一個補助一個建設 那我想說身為一個宜蘭縣的縣議員啊 的黃春廷 對於這些建設難道您都不知道嗎 如果你不知道我覺得您應該要去做足功課 再來提這樣子的一個建設 不要這樣子 我們現在講最重要的洋議 洋議在2050年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40月 就更多和台中10月了 現在還要來補給嗎 因為你都要來補給嗎 現在一創難求 當時我們會當事 當理會選舉喔 林建英是因為洋議 他支持連肅 洋議台語選 他就算 我看黃真廷 做方法也要他 就要好幾萬元 都他在說 放幾萬元而已 我看 你說的時候要 議論要創一個 法天基金三百元 我說OK啦 但是 有議議嘛 你就沒辦法一行 你就沒有那個連行 沒有那個號碼 而且其實 你不要說 共同政府都不幫你欠 你給我們出來 還要給人 當然沒有要給我們錢 所以 我看 國民黨都這樣 都說不通你不要去檢討 你自己不願意 你不要去檢討 你不要去檢討 放幾個禮 拿幾個禮 整個禮 整個禮 就這樣 你不要去檢討 我們就不要去檢討 不可以選到國民黨 也選到國民黨 也要選到國民黨 就害了之後 去檢討就變成這樣 結束了 一樣 像民建黨 抱歉 黃真廷 也算了 好 那近年來 我們中央 給宜蘭縣 其實相當多的一個重大建設的補助 包括洋溢二期的開工 然後另外呢 還有包括高層的五漁村 以及我們宜蘭轉運站的部分 但是呢 我們就會看到像 剛才有提到的 像是那個 我們的那個 就是我們在縣政府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他其實有一個行政代作 那我包括說 我們黃真廷議員 卻沒有做到他議員 應進的職務 所以沒有去監督縣政府 去執行這些重大政策 讓他確實的可以執行跟完工 卻反過來呢 對於這些指責中央 沒有照顧我們宜蘭縣民 縣民呢 務必要選擇真正會做事的程序 來為我們宜蘭鄉親 爭取更多的一個補助跟建設 下三 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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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吉姆黑縣府來影響選情 我就想問 陳俊宇 你的選情真的有那麼糟糕嗎 陳婷認為爭取宜蘭建設從來就不嫌多 民進黨口口聲聲說要來建設宜蘭 但是遇到爭取300億宜蘭永續發展基金的時候 你卻不幫忙 根本就無心讓宜蘭更好 民進黨啊 你真正是一個做不一湯匙 講到整本機的政黨 陳婷強調建設宜蘭要靠全體憲民不分你我共同打拼 歡迎不同政黨一起努力 攜手讓宜蘭更好